那说到看电影的话,在英国也有另一场好戏在上显 是啊,保守党党魁选举其实就不只是党魁 做了党魁就会兼任,同时是在英国自动成为 香港有些政治人说英国做国会议员,二万多票,我多过去 那是英国首相,英国首相都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 你看人家有什么经五轮投票,只有党员有份选 就算到最后只有16万的保守党党员可以投票 但是英国居民都是给25磅成为十多万,或者保守党公元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刚刚这个星期就有电视辩论,就是两位的保守党党魁 最后剩下来的候选人就是申伟成和卓卫斯 他们在电视辩论都首次交锋 似乎本身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惊喜 唯一的惊喜可能就是他第二场辩论的时候 那位女主持在这个期间突然间自己那一刻不知做什么 就身体有点不惜,就暈倒了 嚇到卓卫斯就有一个很惊愕的表情 申伟成就走过去看看他什么事 可能这个好像就抢了一点整件事的焦点 我看到YouTube也有很多人看的那些视频 那个镜头是拍着卓卫斯的,因为那时候是他回答问题的 我看到突然吓了一刻,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组作为一个可能在未来手上的一个形象 这个就代表他真性情 就是不会在那里放弃 你看你怎样演绎 其实在之前议员投票那里 申伟成就一直领先,由第一轮开始都一直领先 赢到最后那一轮 卓卫斯本身就是他去宣布出来参选都是比较后一批 最初就想起究竟他是不是会加入这个战团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好像输在起跑线呢 或者是初头那几轮他都不是特别出色 但是第二都不是那时候 对了,没错了,但是慢慢慢慢 即是积下积下积累积累 变了去到最后那几轮他就把之前被 一些淘汰了的那几位候选人的票 其实拿了回来,变了他在最后一轮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议员投票那里最后一轮 就反胜了莫佩林 成为了能够最后和申伟成去较量的候选人 就是两个人是很不同的 如果大家就算没有去很跟得很足 就是他们关于他们一些的理念 他们过往一些在内阁 在政界上的表现 其实你看到就是申伟成是一个 第一他一个名校出身 就是一个说话很聪明 一个出来的表现很有自信 他都经常不时都会强调自己 就是移民后代的身份 就是我一样可以去出人头地 就是很多事情是被人觉得很圆滑的人 当然卓慧斯就是你会觉得 不好意思,他的头发是 有时你会觉得是比较蓬松一点的 你会觉得他外表上是没有那么杀式的 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客来说 我去对比例如希拉尼、戴卓尔夫人 就是那一类他又不是完全那一类人 但是呢,还有他又是 有人会觉得他不是很懂得推卖自己 就是他不是的 他跟申伟成是两类人来的 就是说话他不会说 常常有一些所谓我们叫punch line 一些生弊 他给到你 就是今天这一句生弊就是今天这句 就是被人说他很目睹 就是又不会去包装 但是呢,去到现在最后阶段来说 又好像你看到一些民意调查来说 就是在保守党里面 似乎卓慧斯的呼声好像是高一些 是的,其实UGolf就是一个组织 之前都是,就是最近 就是问过保守党党员的 因为呢,就算之前 申伟成就算他一直带到最后 都没关系的了 那些呢,其实是一去到最后两强 之前那些就由头抹过去了 那最后呢,就是由16万 入党超过三个月的保守党党员 才有权投票而已 那就是这些16万的人呢,就会决定了 究竟是卓慧斯还是新卫成 那根据UGolf的这个 这个是民意调查 对保守党党员的民意调查呢 就一卓慧斯呢,都是遥遥领先的 就是62%对38% 那还有一个月时间多一点 那就是,都可能有变化的 但是至少这一刻 暂时都是卓慧斯 就那个呼声比较高 不过我也同意你这么说 就是你说对答啊,反应啊 或者说就是,可能说 才智,就是smarter 就可能说是新卫成呢 都没法否认呢,就好像他有少少少 那卓慧斯呢,好像每次 他都可能要想少少 可能就是一些 是想东西比较多的人来的 那也都延迟上面 似乎跟新卫成比呢 就有个落差在那裡 不过呢,手上就不是经常说 出来做演员表演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靠他制定政策 都是可能要看其他的一个质素的 那所以呢,他都还有些优势的 那所以呢,结果是怎样呢 就要大家拭目以待的 这种事情 的而且确,如果你说 现在政客上 就是全世界来说 你真是,最懂表演的 就是扎连斯基,因为本身是一个演员 你又不能够跟他相比 就算你去到波拉斯·朱安森 就是他很多 很夸张,很戏劇性的东西 去说出来,就是 例如他在上星期 这个国会最后一次的 答辩的时候 去到最后 去到最后他引用了 这个未来战事 阿洛斯·华森力加 当日他在这个戏里边 其中一句很经典的对白去作结 这些就是他 可以去这些人做出来的 但是很明显就是 就是 即使无论是新卫城 都不会是 去到好像波拉斯·朱安森 那种好像很不按 一些的 好像不按这个牌理去出牌 那种的感觉 卓韦斯就更加是 那这个就看看 这一刻究竟 保守党里面的那些党员 那他们的选择 会是些什么 有人甚至就觉得 其实卓韦斯就是 他由最初是不太显眼 但是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是令到人觉得 因为这个人是真的 实实在在地去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才告诉你 而不是靠一些很外在的包装 或者一些说话 去拿到你的支持 尤其是特别 就是过往 这一年来 就是那些的通胀 经济问题 还有在早前 例如Ni的那些 又加了加 那些税 又继续上升的时候 其实新卫城这一方面 就是因为他本身 在之前做财商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这些事情是关你的事 所以就 去到这个位置 就可能 我们俗意所说 就可能有 就是少少蝕张了 那就是他 去到这个 电视辩论那里 那他都有提到一些 就是我在一些 条件之下 可以去想去减税 但是 有些人就会觉得 你现在说 因为你现在 正在选中 难道我说 加税 你死定了 那当然要这么说 但是有些人 就是觉得 看回你的 track record 就是 你是不是信得过 你现在这么说 你是不是为了 现在想赢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 但是到时 如果你做了首相 他去做财商的时候 一些财金政策 一些经济政策 一些税务方面 一些看法的时候 那你就 哇 那英国人 就真的很大件事了 现在 如果你面对一个 这么高的通胀 百物腾跪 如果冬天 究竟是不是真的 不够天然气用 那所有东西 那些气价 又加了这么多 那怎么办呢 那变了就 这一方面 似乎他就 无论他的 电视辩论里 那些人都觉得 他都比较 都松容了一些 和有些包袱 其实丢下了 这一刻 都是有少少虚仗的 那还有 新卫成本身 个人的因素 都有些影响 就是他老婆 是一个 负商 就是负商家庭 那就是 之前用重复权 虽然是合法 那但是 到以上面 就好像 都被人派平很多 那另外 他在拍对门 他也有份的 没错 其实 就是好像 波罗斯·Johnson 因为拍对门 部分原因 他拍对门 那为什么新卫成 就好像没有什么受影响 另外一个印象 就是 孤寒财主 就是 COVID打击之下 就要加税 所以 很多人 对他的 看法 就 未必那么好 所以 保守党里面 暂时 他是落后于 赛维斯 虽然 他好像很聪明 那样 不过 他有一些事情 都不是不合理的 就是他说 现在那个候选人 现在没有了 只有赛维斯 就是说 减税 那些钱 那些钱在哪里 呢 其实都是 他 至少 赛维斯 可以说清楚 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是否通过举债 举债会不会 其实都是 等我们下一代去还 赛维斯 他有一点 就是说 通过减税 就可以刺激经济 那么 税收反而 有机会再增加 那么大约 就是这一点 就看到他们两个人 在财经政策 财金政策 里面 就主要有这个分歧 在此 那么 另外就是 这个 可能 本地的人 就未必那么特别关注 但是 如果来到的香港人 就 会比较关注 就是 究竟他们两个 对华政策 或者他们的外交 交上的手腕 是什么 藍卓维斯本身 他是外相 所以 其实你会看得 比较清楚 就是他 那套的外交政策 是怎么样 例如 如果他上台的话 其实 泽尔斯基应该 就会相对地更加安心 就是说 因为 过往都是跟你交过手 特别在过往 这半年以来 这样 都有信心 他会继续 去延续 那种 支持胡克兰 那种的立场 对中国方面 都是 可能都有一些 是延续 就是之前 波拉雄森 那个时代 就是相对地 去强眼的立场 而 新伟成那些 就真是 很不幸 之前是有这个 党媒加持过 就是 哇 这些真是 死亡之吻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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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国内的一些 官媒 哇 新伟成 如果做到 就正了 哇 这些真是 都觉得 哇 你这样 真是 弄我一下 我觉得 对于英国人来说 本地人来说 其实他们 未必会是 他们最 叫做 看得最重的 但是 你 英国和中国的贸易 往来是有的 但是 你不会 及到 中美那么大 也都是 究竟 就是 英国是不是 需要所谓 去奉承 中国 而去拿一些 商贸的 一些好处呢 就是 其实 这个都是有很多 就是不同的 看法 我自己不是专家 我不敢说 太多 但是 香港人来说 似乎 他们都挺敏感的 如果你 看到这些 有党媒加持的领导 就是 党媒加持 这个做党 做首相 最好 大家都即时 有一个戒心 所以如果你说 很简单 你现在去问 一些特别的香港人 你会想 谁做首相呢 我相信 很多人都会 选择 周慧思 九成 是啊 九成也是 科目的 你是不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 因为他的样子 比较目睹 比较冷酷 就觉得 可以 他的外交政策 应该会强悍一些 研究肥波那种气势呢 其实 新伟成呢 除了党媒加持 他之前是 做财相的时候 那就 对于 在华为事件上面 他其实 和肥波 他都有提示 对 这个 他就想说 减少一些 和对华的经济 来往 但新伟成当时 是反对的 所以 有trade record 就是对华政策 上面 就肯定就没有 挫威斯那么强硬的了 不过 到这个礼拜 好像有个360度大转变 新伟成定之间说 China is a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更补多一句 It's a threat to economic security 除了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也有个重大威胁 我也是这么说 不过 那些人就说 是不是你选举才这么说 会不会选举 又变回去之前 那个状态呢 真的不知道 这个 是啊 所以 现在 他接下来就是8月1日开始 就可以给那些保守 拜初 就是保守党员就可以投票 可以选这个online投票 或者这个实体投票 那些就真的比较难去估计 现在就算你去做一些民意调查 你是问到保守党党员也好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经历了这个电视辩论 又或者是看回两位候选人 一些的过往的往迹 或者就是伸近他们一些的承诺 而令到原本可能有一个倾向 或者是没有倾向的党员 那他们有一些的改变 那也都是需要去留意住 我看到威冤 要补充最新外围 英国很奇怪的 这些叫bookkeeper 但是其实很有参考价值 这些都有事 很有趣的 就是你买8元 就是你买8元 Least Trust 先赔1元 就是拿回9元 拿回9元 那边一倍五 就是如果从赌博角度 就当然是买一倍五 那不是的 从博彩 博彩角度 就是直博率 应该这么计算 那当然你不是整个身家 所以暂时就 卓卫斯的机会都好些 香港人 包括来到英国的香港人 我想大部分都没有那么神心 在三个月之前 入了保守党 多数就只有看字 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现在可以入保守党 但是你都要等三个月 所以应该就失去了 这次了 那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人说肥波 下年再回来 这个机会未必很高 不过大家计划一下 不过入保守党 很便宜 就是25磅 大家自己可以决定 会不会先入保守党 真的很便宜 老实实 是 他是年费还是一次过加的 年费 年费25磅 年费25磅都值 都值 你吃餐饭贵一点 但入了党 除了可以投票之外 还有什么福利 我们这样 有没有蛇齿饼粽 蛇齿饼粽 应该没有 搞错 有些 有个政策 forum 据我理解 你可以上去发表你的政论 发表你的高见 也可以左右 保守党的一些政策 香港人 我想BNO visa 还未可以参选 但是你可以帮忙助选 那些应该都可以 这个自己可以安排一下 大家暂时可以看着电视辩论 其实总共卓韦斯对新卫城 就有三场电视变略 有两场就完 了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看 第一场BBC 刚刚过了的 星期一 然后TALK TV 星期二 主持人Cade Making暈了 所以比较短的 那一场 只有三十多分钟 因为暈了 Youtube 我昨天也听过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 一场还未发生的 就是8月4日在Sky News 大家留意着 大家到时可以看回电视辩论 看看他们不同政策的一些意见 其实我也可以简单一点 跟大家讲解一下 暂时来讲过什么 有些地方也值得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BBC就是 他们讲完辩论之后 会做一个fact check 其实这个事情挺好的 而且也不会因为BBC是官台 你也不会觉得是偏颇任何一边 都是很正常的 我来到卓慧斯就说 其实在英国财政上面 都仅有300亿英镑的盈余 这个BBC的fact check 就说是的 不过就随着通胀 都高企 有9.4%或者8.2% 看看哪个数字 将来应该就没有 因为通胀之后 很多公务员都要加薪 给钱 应该很快就没有300亿英镑的盈余 另外就是三位城 有一件事 其实他说 平三而两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cost of living 如何住 就是生活成本这么高 三位城有解决方法 就是说房子 应该需要更佳塑 应该做个隔热做得更好 其实看回英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 我自己觉得也是不足够 曾经在2012年前 英国很多旧屋 都是有做这些东西的 就是天花板或者墙 那里做covered water insulation 那当时是做得更多的 那后来好像 因为政府又不太鼓励 又没有了些津贴 补贴 那就是少了人做 那就是 新卫城去 对于cost of living 的一个建议 就是大家做一些 insulation 让大家在冬天的能源价格 或者能源的洗费 就可以控制更好 那里面也是其中一个 在BBC的一个辩论里面 是有说的 那另外就是 卓卫斯 他就是说自己在过去做外商的时候 就是broker了很多trade deals 就是几十样 如果有些人数 就是60个trade deals 因为brisit之后 你没有trade deals 就很大获 那就是 然后BBC的flash 这个是对的 不过就有说 那些trade deal 那些叫rall overtrade deal copy and paste 就是以前欧盟的trade deal 就copy落了 英国和其他地方trade deal 那些贸易协议 就是如果真的由头弄出来 就只有澳洲和纽西兰两个国家 这个也是 就是有些争议 就是说卓卫斯是否真的做外商的时候 就真的做了很多贸易的协议 是有的 但是相对来说 就好像trade deal的工作 就是不是那些成功争取 然后一抽那些东西 但原来 其他地方都是有点trade的 就是copy and paste 把题目改了 就是叫EU的东西 就变成英国 OK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二口同声都说是no的 他的答案 但是什么no 就是说 最近如果大家有去法国 就知道 现在英国大牌长龙 哇 上个星期六很恐怖 上个星期六 是啊 你Eurostar什么呢 都大牌长龙 那么 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究竟是 是不是以为Brisid 到自己都大牌长龙呢 那他们两个都说不是的 怎么会不是啊 大哥 BBC发出好 我是很中立 你想想 那时候 那时候 欧盟以前 就是欧盟以前的年代 没有神根公约 那时候 就是我们拿着护照 我们要走去 逐个领事馆那里 签证 那时候 那时候 是啊 是啊 哪个可能不是啊 大哥 因为你想想上个星期六 就是很多 上个星期就是很多 那些stay school就是 放暑假啦 终于啦 所以那些人就 星期五六日就 很快地去旅行 那今年 有个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其实呢 过去两年的暑假呢 都是没有得去旅行 是啊 所以大家去想想 隔了三年 就是所谓叫做 报复式的旅游 那所以 那些人呢 很快地去 要么就是Eurostar 要么就是駕车过海 就是过英法隧道 那就是这个 当日 就是礼拜五和礼拜六 最吵架的时候呢 是 如果在多佛港那里呢 是要等六个小时 你才可以 上到船 就是駕着一架车上船 有些甚至更加 久了 那就是相当之 很害怕 那 法国那边 其实就是英国那边 就罵鬼 你法国那边不够人手 那但是就 就说 嘿 因为你脱欧嘛 脱了欧 我就要查你证件咯 是啊 这个 就是 人家一句KO了你 是啊 所以你都 you get what you pay 不就是 you want it 那就是 是啊 是啊 没错 这个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了 是啊 真的很难 是啊 那我也有些朋友 都是告诉我 昨天我自己去了机场 真的很多人的 那混乱又不算可以 就没算混乱的 不过都有一些朋友 就经历过一些 比较混乱的情况 那都是 我现在这个时间 我自己都是避免 就是出国旅游 就是可能再等多一会儿 才出国旅游 自己来说 因为如果你看回 在五月尾那个 就是学校term break 那时候呢 那个航空交通是大混乱的 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都有一点缺步 就是如果大家 就是还有印象 就是那时候就是 那些EC Jack EC Jack 就是突然间 cancel 几乎很大 一个很大数目的 的这个航班 那些人就是 塞了在那 我要回来上学 我要回来考试 那怎么办呢 那结果搞到那次 就EC Jack 那个应该是CFO CFO都要辞职 就是以借天下 那样 还有呢 其实很多 就算英航来说 在暑假 就是我所知道 有一些 香港的 就是 懂得的朋友 有些是 回香港 他们就说 很多短途机 是取消 而且是很问水 可能是一两晚 就一晚之前 跟你说 明天我这班短途机 取消 那是令到大家 是失了很多余船 那所以就 就是坐飞机的朋友 就可能 要留意这些 就有一些 这样的问题 因为尤其是 就是那些短途 比如 英国 非荷兰 西欧 那些 cancel 得很夸张 就是他可以前两天 跟你说cancel 那你真的完全 站在那里 那你可以 找什么途径去走呢 所以就 如果你现在 都还没 plan 就是这个 暑假行程 那我劝大家 留在英国 玩就算了 英国都还有很多地方去的 或者是 带火车 带火车 要查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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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过了 这个 9月的时候 有个新气象 就是当这个 新任首相 上场的时候 不过 你继续是保守党执政的时候 其实 所有事情 就不会说 突然间一下子 就大变得很重要的 尤其是 如果 那些人说 你卓慧斯上台的话 其实就 可能和肥波 其实不会说 很大的分别 就是很多事情 当然 人本身是很大的分别 肥波做的事情 卓慧斯不会做 但是 他们正在行的 一些政策上的事情 都是因为 英国手上的权力 那样东西 其实是 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 就是 不像 你不要当是 古时的一些 君主 甚至是一些 西方国家的 行总统制的 都是有很不同的 尤其是英国 就算是 和其他君主立宪的国家 比 就是他那个 就是手上的权力 的约束都是很大的 实际上 他能够可以 一个人去 说到事 或者一个人去 叫做 一些翻天覆地的转变 都不是那么容易 是啊 因为有些权力 都在Minister上 另外 也有很多制衡 所以 都不是说 一个手上决定了所有事情 到时 其实 转变 未必 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那些人吹嘘 就说 BNO visa 会不会改变 我相信这个机会 短期内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会改变的 短期内就不高 将来 十年八年之后 就没人说 到时都未必是 保守党执政 不过就算有一体 就算不是保守党 你见工党 自由民主党 都是欢迎香港人来的 所以短期内 会有个变化 的机会 就不算很高 是 所以大家 不用太惊慌 香港人 不需要太惊慌 不过就 看着发展 也都可以 听下这个 接下来 有第三场的 电视辩论 都是大家可以去 学一下英文的时候 就算你不是每一粒字 每一句你都听得明白 我觉得是 你去尝试一下感受到 一些政客 他们用一些 都相对 叫做纯正的英文 去跟你说的时候 其实你感受到 那个节奏 慢慢慢慢你都可以 能够去 听得到更加多 一个好的机会 还有他们两个 口音都挺好听的 所以 应该大部分 都不是问题 尤其是 新伟成 你觉得他好像 有人有人 有人这样说 你看到他 就有些像当年 初出茅庐的奥巴马 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 的表现方式 但是对我来说 当然我也觉得 还差一点点 就是火候上 还差一点点 还有呢 新伟成很特别 80后 如果是 很年轻 是的 其实很年轻 一个80后的人 当然 如果你和 这个 北欧芬兰 那个 内阁 相比 他还是老了 一些 就是那些全女将 就是芬兰 那里 但是 慢慢 就是那个 这个时代演进 你就发觉 原来一些80后 已经是成为了 世界政坚的一些领袖 那 大家看到就是 我和王俊 在那里 自己都一把年纪 这个时代是什么 属于你 是的 是的 这个 都是年轻人的时代 不如可以补充一样 今次的保守党 这个是 党灰的竞组 也有观察家指出 今次就是最初的五个 六个人 就是说 有一半是少数族裔 有一半是女性 就是说 英国这个 都挺平等的 是的 也没有说 什么白人男性主导 有些人说 其实你就是看今次 保守党 Leadership Contest 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已经就是 是的 那就 是的 女性都能顶半边天 所以大家都 是的 看着这个 党灰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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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结果之前 其实就 哎 来着都有一些好东西看 啊 是的 有什么好东西看 礼拜日 说到这个 是的 女性就是 星期日就是这个 女子的欧洲国家杯决赛 今年就是 英格兰主办 英格兰也都 不负众望 打入这个决赛 就会面对这个 勁女德国 德国就赢了八届冠军 这个欧洲国家杯 女子欧洲国家杯的决赛 看看可不可以 一尝心愿 第一次捧杯 星期日下午五点开播 那些票一早就卖了 大家就可以看这个电视直播 BBC会有这个全场直播 如果大家想出外的话 其实都不少地方有这个户外直播可以看的 大家都可以找一下不同的资料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家里还没安装电视天线 还要靠一个BBC iPlayer看 iPlayer 之前看蓝指的欧洲国家杯 上年 就比较窄 不知道是否大家一起上网 一起用BBCiPlayer 看得不太好 说不及了 只剩下三天 又不想给钱 安装电视天线 你家里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我的电视机可以用到iPlayer 就不需要 只不过就是因为它经线线 不知道是不是伺服器问题 就是当时 有点窄 有点窄 如果经过地面广播 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就 还没写得给钱去安装电视天线 所以就 突然想起还有三天 应该说不及了 好 大家就留意一下 踢完这个女子欧洲国家杯 八月头就有英超又开罗了 今年因为要配合世界杯 所以就早了一点开始踢 我波很久的球迷都可以去游游波看了 希望大家都开心心 这个夏天都在英国过得愉快 好啊好啊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 好啊 下星期就和大家见面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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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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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